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那么up主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次 资格新的奥特赛中亚特兰提斯全4把神器的收集攻略 首先在主线寻找你真正父亲的时候 你会来到希腊岛上 在这里移动镜子解开谜题之后 你就会找到开门的方法 在这里你会发现失落支撑亚特兰提斯 还会发现你真正的父亲毕达格拉斯 他会告诉你一切的事情 接下来他会要求你找到4把神器来解开机关 找到其中的奥秘 这4把神器分别为维尔蒂亚 吉希拉 阿里斯福斯还有梅斯拉 第一把神器在维尔蒂亚 毕达格拉斯已经提示你了 非常的好找 来到维尔蒂亚之后 和希腊联系 他会要求你去拯救他的学徒 在学徒这里你会拿到钥匙 然后冥想到网上和这个雕像互动 这是你遇到的第一个boss 他的名字叫斯芬克斯 那么他将会问你一些知识类的问题 你回答完之后就可以拿到神器了 第二把神器在吉希拉岛 首先你要来到这边接一个知识 叫神一般的存在 在这里你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人 他会要求你爸妈救出一个自称为神的人 救出这个自称为神的人之后 他会要求你把那个背头的钥匙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 他会指引你到疑似岛屿 在这里有一个通往奥林帕斯的阶梯 在这里你会遇到第二个boss 也就是独眼巨人 打败他之后 就能拿到第二把神器了 第三个神器在梅斯拉这里 在这里首先你要接一个直线 叫神会与牛头人 在这里你会遇到一个孩子 他的父亲下去寻找牛头人 但是一直都没有回来 接下来这个孩子会给你三个直线任务 寻找收藏家 寻找老人 还有寻找剑鱼 通过寻找这些人来打听一下 如何打开这个遗迹的门 打听一下这个钥匙的下落 后来你会发现这个钥匙 一直在这个孩子的手上 让你白跑了那么久 说明一提 你在寻找剑鱼的时候 有些线索在当地的一些直线任务里面 这个剑鱼的藏身处 就在渔夫的指标灯下面 你潜水就会进去了 这个剑鱼也是一名支去神教的成员 你顺手还可以解决了他 进入遗迹之后 你跟着线索就可以找到孩子的父亲 取走他身上的遗物之后 到时候交给小孩子就行了 接下来你要面对的第三个boss是牛头人 在取走牛角之后 你就会拿到第三个神器 最后一个神器在列斯福斯岛 首先你要接个直线叫拉曼石头园 接下来布利斯会带你到遗迹的路口 然后这个门是关着的 要打开这个门 你需要一把钥匙 这个钥匙在西尔斯岛上的女猎人村庄里 如果你之前有收集完所有的传奇动物皮 并且与达夫妮的试炼中获胜了 那么你就会成为阿提密斯之女的领袖 然后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 你不需要引发冲突 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拿走这个神器的钥匙 回到遗迹之后 你会发现boss是布利斯的女朋友 利亚 在打败boss没杜莎之后 你就会拿到最后一个神器了 接下来你回到亚特兰提斯 然后把这些神器放到相对应的地方 接下来先行者艾列西亚 就会和他们说一段话 这些话是说给卡仗佐毕达格拉斯 还有在Animus里面的雷拉听的 接下来毕达格拉斯会陷入疯狂 因为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跟他讲理 或者说杀了他 最后毕达格拉斯选择了 把手杖交给卡仗佐 自己也完成最后的使命了 回到现实之后 雷拉意外的遇到了卡仗佐 没想到卡仗佐把自己封印在这里这么久 后来卡仗佐把手杖交给了雷拉 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吃个信条的最新攻略了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